有些爸爸妈妈会把孩子的抽血检验报告 带来给小儿科医生看 那小儿科医生一看 你的血色素偏低 表示你有贫血 你的血球比较小科 这个叫小球性贫血 其实当我们观察到 你有小球性贫血的时候 我们会想到两个原因 一个叫做缺铁性贫血 一个就是地中海型贫血 那这地中海型贫血 其实它是一种遗传性的疾病 通常我们怀疑是地中海型贫血 我们都要询问一下 爸爸妈妈有没有任何一个人 有地中海型贫血 那其实也提醒各位爸爸妈妈 如果你的孩子真的有地中海型贫血 大概爸爸跟妈妈也要进一步做检查 如果只是轻度的地中海型贫血 你的孩子是一个正常人 不用太担心正常的生活 正常的运动 然后不要太过劳累 营养也均衡 其实它可以跟正常人一样的长大 但是当他要结婚的时候 请进行婚前的咨询 确保双方不会再往下进展到重度的地中海贫血 重度的地中海型贫血会比较严重 有可能在处理方面呢 我们需要输血 甚至打排铁镜 有些严重的需要做骨髓移植 所以呢 如果你的孩子抽血报告 有出现贫血的情况 也是一样 请你咨询你的小额科医师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